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英国的剧作家 那么她的37部戏剧或者38部戏剧里面 一共写了128位女性 她对女性的看法 以及她的理想的光芒和破灭 都引现在这些女性的塑造和她们的命运之中 那么对莎士比亚这个人 她的女性观 人们一直众说纷纭 有人说她是突出女性的 是原初的女性主义者 她的戏剧 尤其是第一时期的悲剧喜剧当中 女性总是十分活跃 而且几乎毫无例外 女性在剧情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 但是1600年以后呢 她笔下的女性发生了变化 纯洁光明化身的女性消失了 女性不再都是正面人物 她们变得软弱 有的女人甚至是邪恶的代表 于是有评论家怀疑 莎士比亚是个艳女主义者 那么真相可能正像她剧中人物所说的 人生就像一匹用善恶的丝线交织而成的不 她笔下的女人也是如此 我们本讲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讲喜剧中的穿裙子的英雄 第二个部分我们分析悲剧 麦克白中果敢的篡权女性 麦克白夫人 沙翁在第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喜剧 她的喜剧呢 不是像阿里斯托芬那样的讽刺喜剧 而是被称为浪漫喜剧 剧中的正面人物都是些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男女 他们之间的爱情友谊构成了喜剧情节的主要内容 比方误会啊巧遇啊巧合啊 然后大家又哭又笑又吵又闹 最后热情活泼善良的新一代青年 总是战胜了困难和邪恶 有情人终成眷属 18世纪的约翰逊博士 曾经赞扬沙翁的喜剧财富 却贬低他的悲剧创作 约翰逊说 沙翁喜剧的思考方式是最合乎他的天性的 他的悲剧是机巧的产物 喜剧却是本能的表现 那么在他的喜剧里面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群生机勃勃 富有个性的女孩子 她们不再是一般男性作家 比像那些温柔善良 带有点圣母式味道的女人 带有天使味道的女人 她们是有思想 有主见 勇敢 开朗 活泼 调皮的心语性 从她的第一部喜剧 错误的喜剧开始 便有这种心语性出现 比方错误的喜剧里面的 阿迪安娜 维诺纳尔绅士中的 朱莉亚 爱的图浪当中 罗瑟琳 凯瑟琳 威尼斯商人中 苏西亚 无是生非中的贝特利斯 第十二页中的维亚拉等等 都是和男人平等的身份出现的 而且他们敢于 自由的 大胆的选择自己的恋爱对象 捍卫自己幸福的权利 所以他们在冲破旧传统 宣传新道德的斗争当中 显得很适活跃 大家都熟悉的鲍西亚 他死去的父亲给他定了一个三峡折婚的婚姻 对此他相当不满意 他说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 又不能拒绝我所赞念的人 一个活着的女人的意志 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牵制 所以在后来解救安东尼奥的过程里面 鲍西亚发挥出了超人的智慧与才能 他女扮男装作为名律师的代表来到法庭 抓住一棒肉契约中的漏洞 利用威尼斯公正的法律 使夏洛克受到处罚 这部戏里面其他的男性都不是夏洛克的对手 只有聪明美丽的鲍西亚才是夏洛克的克星 所以从女性的角度看 一个小女子显示出了比男子汉更高的材质 显得光彩照人 像鲍西亚这样的一群新女性 活跃在她的喜剧当中 大大增加了莎士比亚喜剧的活泼 欢快气氛 她们被称为穿裙子的英雄 穿裙子的英雄 是莎士比亚喜剧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那么在16世纪的欧洲有一句俗语 英国是女性的乐园 骏马的地狱 也就是说英国女性享有更多的自由 而男性呢往往要追随妻子 而且英国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也更多 所以在莎士比亚的喜剧里面 女性不仅仅是主人公 不仅仅掌握着情节发展的关键 而且也被描写的相当博学 比方说 《无事生非》中的贝特利斯 她是熟悉地理和历史的 《街大欢喜》中的罗瑟琳 她可以引证古典数学 就连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两位乡村大嫂 也可以读懂信件 而这一切女英雄之上的一个原型是谁呢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 穿裙子的英雄 首先涉及到莎士比亚喜剧中 大量采用女扮男装 也就是戏剧舞台上的一个乔装现象 那么当时的法律 对戏剧演出的程式 还有西班的构成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所有的女爵都由14岁或者15岁 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年来扮演 这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 一个禁欲的舞台 其次是对杀剧当中 女扮男装的女主人公该怎么理解 大家有很多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说 他们到底是不是对当时男权社会 一种彻底的颠覆啊 是不是成功地挑战了父权制 还是说乔装的女性角色 只是更加强调和固化了 当时的性别关系和刻板印象呢 比方说就有学者说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化 实际上有一种复杂的性别政治 一方面呢 莎西比亚喜剧中 女性常常处于中心 正像是在生活当中 伊丽莎白女王操纵着臣民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呢 正如斯宾塞他把先后献给女王 所以当师服务于女王的时候 女王也服务于师 所以这种描写 对女性的描写 反映出一种权力的悖论 这个特里伊格尔顿的 威廉莎斯比亚里面 还提出 像鲍西亚之类的女英雄 实际上他们女扮男装 是以男性的身份和语言 指出了男性社会的问题 然后又把权力交还给某一位男性 以便分享部分男性社会的权力 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是完善了男性社会的圈套 比如克拉拉帕克 她在女性角色 莎斯比亚的女性主义批评中 就提到 这些女性角色 是在自愿地迎合男性的期待 所以穿裙子的英雄 或者是说杀剧中的女性乔装现象 是涉及到方方面面 涉及到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分析 比如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突破 对父权统治地位的挑战 以及最重要的女人如何完成自我的人质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果敢的篡位的女性 麦克白夫人 麦克白是四大悲剧之一 描写了野心酿成的悲剧 苏格兰大将麦克白 本来是一个屡见公祭的工程 可是在野心的驱使下 在麦克白夫人的唆使下 谋杀了国王邓肯 登上了王位 为了保住王位又不断地杀人 比方说她的好友班科就被杀了 最后她重判清理 失败被杀 在这部剧里 麦克白夫人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那么一般认为 麦克白夫人呢 就是一个天性残忍 十恶不赦 非同寻常的一个坏女人 比方丹娜就说麦克白夫人 是一个敢于从血管里面挤出人性中最后一滴乳汁的女人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她究竟是不是天良未明呢 麦克白夫妇犯下的罪行 主要归因于唆使者麦克白夫人 还是行动者麦克白呢 那么我们来看 当刚毕自用 残忍狂暴的麦克白 遇见三个女巫 激起了她潜藏的野心以后呢 她就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 结果就激起了 这个比男人还强硬的女人 更大的野心 麦克白夫人迅速拟定了杀国王的计划 但是她也知道 她丈夫天性里面 充满了太多的这种人情的乳丑 所以她对丈夫说 你不是没有野心 但是你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系的奸恶 麦克白夫人鼓动她去杀害邓克 在丈夫回家之前 麦克白夫人这样磨砺自己的意志 来 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 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 这个地方的英文是 unsex me here 这里的unsex指的就是去除她身上女性的特征 她接着说 用最凶恶的残忍 自顶自重 灌注在我的全身 也就是说从头顶到脚跟 凝结我的血液 不要让怜悯 钻进我的心头 不要让天性中的侧影 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 这段独白很有意思 有女人的顽强坚定 但是你也看得到 她试图同人性中的那种善良柔弱决裂 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 和完成去教唆麦克白的责任 可是如此费力的挣扎 不更是显露出 歧视她 良心未明吗 而且在谋杀 邓肯几经成功的一个关键时刻 他也流露出对毫无血缘关系的邓肯 有几分怜悯 他说 倘不是我看见他睡着的样子 活像我的父亲 我早就自己动手了 当然 谋杀之前 麦克白夫人身上果敢的一面 还是超过了软弱 他告诫丈夫 你怎么欺骗诗人呢 你要让人家瞧您 像一朵纯洁的花朵 可是在花瓣的底下 却有一条毒蛇潜伏 他还对麦克白的懦弱表现 嗤之以鼻 嘲笑他 胆小软弱 麦克白动手行凶之后 感到非常恐惧 他说 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喊着 不要睡了 麦克白自己已经杀害了睡眠 他还在恐慌当中 把杀人凶器带出了房间 可是呢 不敢送回去 与麦克白的这种恐惧惊慌不同 麦克白夫人显得非常的果敢镇定 他说 一直动摇的人 把刀子给我 睡着的人和死了的人 不过和画像一样 只有小孩子的眼睛 才会害怕画中的魔鬼 麦克白夫人对痊愈 具有超长的激情和意志力 她是一个有魄力的女人 一个想成就大业 爬上权力巅峰的女人 所以男人们恨她 更怕她 但是她并不像 李尔王当中的那两个恶女儿 高纳李尔和李根 那么让人讨厌 那么让人厌恶 但是在这之后 麦克白和她的夫人的心里 却想着两个极端相反的方向变化 麦克白是一不做 二不休 欲罢不能 他已经两足深陷于雪魄之中 杀人开了头就干脆杀下去 他后来又杀死了好几个对他有威胁人 包括有着高贵的天性 让麦克白感到深切的恐惧的班科 而麦克白夫人呢 却渐渐顶不住精神压力 失去理智 患上了夜游症 她还不断地做洗手的动作 总觉得自己手上有血迹 她的软弱的一面 显露出来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莎士比亚始终把麦克白夫人当人来写 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 她不是女巫 她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尽管她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 可以去篡位的女人 她还是比麦克白更加容易受到良心的谴责 更加不易摆脱负罪感带来的精神重压 最后在强大的压力下面 抑郁而亡 麦克白夫妇虽然登上了最高的王位 但是没有尝到王冠带来的幸福 最后是我们的结语 莎士比亚的戏剧给我们呈现了各种各样的女性 既有活跃可爱机制的新女性 也有邪恶而遭到毁灭的负面女性 麦克白夫人的疯狂 是女人脆弱的一种集中表现 她没能像当初她祈祷的那样 让魔鬼们解除她的女性的柔弱 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所以她也被理解在一般的女性名称脆弱的含义里面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哈姆雷特里面 王子喊出的那一句很有名 脆弱啊 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这大概概括了莎士比亚对女性 哪怕是高贵果敢的王后最普遍的看法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